大家好,我们是家大富小的小朋友 上学期我们听到了沈静音姐姐介绍的DFC 于是我们开始在DFC这个活动产生了兴趣 刚好每次上美奥课的时候都会经过一间很恐怖的厕所 那间厕所被大家称为鬼厕 于是我们开始想要改变它 接下来要介绍我们的过程 首先我们寻找想改变的地方 也就是美奥教室外地下室的厕所 接下来我们列出自己能够解决的方法 例如打扫环境 就是把地下室的杂物 就是在厕所外的杂物整理干净 并且堆放整齐 接下来我们就制造美奥教室区的牌子 这样可以让学生不会在里面乱丢东西 也可以让美奥老师有个可以放教具的地方 一次我们就访问了美奥老师和卫生组长还有事务组长 事务组长说厕所要改建厕所要重新改建了 所以我们就只能坐到这里了 希望小朋友们以后不要再把他们称为鬼车 而且目前也可以再利用 这就是我们的厕所重生计 谢谢大家 跟三位姐姐她们在六年五班 可以跟他们说 这是他们的一个小小的行动成果 就是我们的厕所重生计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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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